南投县政府召开县务会议 会议中县长许淑华表示 6月10号县府将在会展中心举办2023就业博览会 欢迎需要找工作或者是欢迎工作的乡亲来博览会媒合 县政府2023的就业博览会即将在6月10号 在南投县我们的会展中心举办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 包括呢在我们国内的非常知名的台积电 大立光还有南投县很多的企业 包括在工业区的我们的浦峰 韩碧楼等等不同的企业那么联合来招财 希望呢这次可以招出大概有2000的一个工作机会 如果对相关行业有兴趣的 那包括高中子有一些的职业的一个探索的活动 我们都会在这里举办 那希望可以邀请到所有南投县有需求的年轻朋友 包括呢有一些中部地区的 如果对于相关的企业的招财是有兴趣的 想要了解的欢迎6月10号呢 到我们的会展中心一起来了解 县政府所举办的活动 那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帮助我们地方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么提升我们在地的竞争力 另外会议中也讨论日月潭水域载客小船收费标准问题 县府认为这项规定无以市场自由竞争 未来游客到日月潭游湖收费将回归市场机制 但为了保障消费权益 县府也不准船家满天要价 县政府早期订出来的规定是在 大概是350到1200的这个价格 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几年 因为整个的在我们的水域里头 并没有完整的做整合 所以我们会看到进到日月潭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船家 都在个别的进行做自己的喊家跟销售等等 那也造成了一些这样子的小蜜蜂的一些的乱象 最重要的我们也希望透过在各种我们日月潭的不同的一些的管理 能够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日月潭会更加的方便 也感受到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风景区 所以我们也特别请日月潭的这个游艇工会 大家一起来协助 除了我要求当时在立委期间要求中央要设计一个游客中心 那么能够让更多的船家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休息 那么让我们的这个游艇工会呢 也可以一并把他们自己的这个船家呢 大家做整理起来 那么大家做排班的相关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们今天也希望呢如果能够透过民间自己的管理的力量 这整体的服务的品质是提升的 那这是其实政府就不需要再限制太多 所以今天我们观光处也正式提出 希望把这个之前提出来的这个管理办法能够做一个废止 那么我们在废止之后也会再报请我们这个议会这边来通过 那希望呢透过自由市场的竞争的机制 但是大家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管理的规模 那么让我们工会自主来管理这个总比我们政府在这边 定定了一些的法规 但是没有办法执行来得更好更重要 观光处同时也表示 县长许淑华时任立维时争取建制日月潭智慧旅运系统 预计今年完成需求访谈以及规划设计 预计两年内建制完成 其能提供游客更优质的旅运服务 记者商千福南投市采访报道